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 本周最新武器资讯内容 近日俄罗斯涅瓦设计局发布消息 其为俄罗斯海军设计的两艘新型航母 正在克里米亚造船厂紧张建造中 预计分别在2025年和2027年 正式加入到俄海军服役 俄罗斯由于近年来 频繁受到西方国家制裁 其国内经济情况一直不容乐观 导致俄罗斯军队心肺紧张 尤其是海军更是捉襟见肘 唯一的航母库斯涅佐夫号 近年来也是小毛并不断 因此更新陈旧的水面舰艇 是俄罗斯海军的当务之急 这种航母被称为瓦兰级 在2021年中期就已经有了设计方案 其满载排水量45000吨 能够搭载30架舰载机 其搭载的舰载机 从库斯涅佐夫号上的苏33K 改为米格29K舰载机 还能够搭载两栖作战直升机 逆瓦设计局在建造的时候 考虑到无人机上线的可能 因此增强了无人机起降的相关设备 而目前正在测试的S70无人攻击机 未来可能会成为该航母的舰载无人机 该型航母采用弹射起飞和斜角甲板设计 舰上将安装蒸汽弹射或者电磁弹射装置 舰到位于航母右前部 类似于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甲板布局也非常类似于法国航母 鉴于俄罗斯之前与法国签署购买 法国西北风级两栖登陆舰 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不得不作废 这次新型航母布局与法国航母如此相似 不得不让人有所猜测 法国是否因此前撕毁合同 而对俄罗斯进行技术输出作为补偿 设计此新型航母的涅瓦设计局 是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一家航母设计单位 成立于1931年 至今已经有90年的历史 俄海军目前唯一在意的库兹聂佐夫号航母 便是由该公司研发 实力还是相当的雄厚 然而按照涅瓦设计局给出的航母参数来看 其排水量属于轻型航母 尤其是在美国11万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进入美海军服役的背景下 俄罗斯4.5万吨的瓦兰级航母吨位 显得小得可怜 然而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实力 也很难建造一款10万吨的核动力航母 好在该型航母胜在造价便宜 一艘的造价仅为6.8亿美元 只有美军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二十分之一 在俄罗斯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无疑是性下比铺高的选择 当然如果抛开经费可以任选的话 我相信俄罗斯更愿意选择 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核动力航母 2022年2月12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 一艘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在俄罗斯领海的太平洋舰队演习区被发现 俄军以潜艇通信的方式 分别用英语和俄语警告美军潜艇 立即上浮离开 美军潜艇没有回应 随后俄海军沙波士尼科夫元帅号驱逐舰 采用适当手段将其驱离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就此事 专门召见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武官 美国五角大楼则否认 美国潜艇侵犯了俄罗斯的国家边界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美国潜艇是在国际水域安全航行和活动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美国这艘潜艇是由1238反潜巡逻机 和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潜艇在演习中发现 除了双方照例相互打嘴仗以外 本次事件的两位主角 也只得好好说道一番 此次被发现的美方选手是 最新一代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该核潜艇于1990年研制 首艇于2004年正式交付美国海军 最初计划建造30艘 后来增加到50艘 以便全面替换洛杉矶级核潜艇 目前该潜艇已经建成服役19艘 弗吉尼亚级综合了洛杉矶级和海狼级的技术 水下最大航速可达34节 是美国核潜艇中少见的高速型选手 并且采用和海狼级一样的 泵喷推进系统 噪音甚至低于海洋背景噪音 堪称是美国潜艇降噪技术的巅峰 而俄方选手则是 1985年出生的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驱逐舰 其更被为熟知的名字 是北约企的绰号 无位级驱逐舰 是一艘前苏联时代 接近40岁的老舰 虽然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装 但其结构设计和参数性能 都已经落后 然而即便如此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 依旧发现了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并采用适当手段 将其驱离 此次事件 俄方用一艘老爷舰 发现了美方的一艘 最新型的核潜艇 不得不说 俄罗斯海军虽然经费严重不足 但人员军事素质和战斗力 保持得相当出色 而俄方发布的消息称 美军核潜艇 已最快速离开俄罗斯领海 知情人士猜测 应该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 扔下了反显欲雷之类的 爆炸性炸药 使弗吉尼亚级意识到 对方不是开玩笑 才赶紧离开 虽然没有官方消息证实 不过倒也符合 俄罗斯人一贯的处事风格 虽然该事件最终以俄方小胜收场 但毕竟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都跑到俄罗斯领海内了 要不是专门来看俄海军演戏的热闹 俄罗斯想发现它 也是非常困难 从而也能看出 俄罗斯海军规模不断缩小 带来的麻烦 2022年2月15日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 日本和英国两国政府宣布 将共同联合开发 新型射频传感器器柱 名为美洲报传感器系统 该系统将用于 下一代战斗机的基载雷达 该系统旨在增强 下一代战斗机的搜索定位功能 确保能够在更大区内 进行远程搜索 探测威胁和定位目标 据英国政府公布的信息 此雷达项目的共同开发 将从2022年4月开始 计划共计5年左右的时间 以政府民间合作的形式 共同进行设计制造 该项目将建造两台原型机 美国和日本每个国家一台 共同研发并共享研究成果 英国方面参与该项目的是 莱昂纳多防务集团 该公司属于意大利 但是英国方面的分公司 进行合作 而日本方面则尚未确认 哪家公司 虽然没有确定 日本的合作单位 但英国方面表示 日本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 其电子制造业 也处于世界领先 与日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 将有利于双方的 国防工业发展 在此项目之前 2021年年底 日本就已经与英国宣布 两国将共同研发 下一代战斗机的发动机 加上本次共同研发 战斗机雷达 两国在新一代战斗机上的合作 进一步加深 日本此前 研制战斗机 基本上都是缴美国的剩范 近年来 美国对于日本不再慷慨大方 日美同盟中 美国不断对日强势 也使得日本作为小弟 敢怒而不敢言 与英国开展装备研发合作 则能够推动日本武器装备的多样化 一步步摆脱 完全依赖美国的情况 从而摆脱 美国方面的漫天要下 同时对于已经脱欧的英国而言 在欧洲范围外 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 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在今年的2月12日 有关新闻报道出 美国一名工程师企图 秘密向其他政府出售有关 核潜艇技术信息 经相关部门的侦查 已经将这名海军工程师逮捕 这名海军工程师 也已经认证和他的妻子 串谋提供秘密数据 据有关人士称 他们要出售的潜艇信息 是美国海军目前服役最先进的一款 核动力攻击潜艇 如果信息被出售出去 将会对美国海军潜艇的安全 造成很大的威胁 很有可能让对方研制 对付美国海军潜艇的武器 对海军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而这款被泄密的潜艇 在美国海军中的地位 也是非同寻常的 如今在美国海军中就服役了19艘之多 而且知道如今 这种弗吉尼级攻击型核潜艇 目前还有11艘正在建造 如果这种潜艇的核心技术 真的被出售出去 对美国海军来说 也是一种极大的打击 而下面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级别的潜艇 该型潜艇是由美国两家杜联河打造 其中一家就是通用动力 另一家就是纽波特纽斯造船 这两家造船厂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海军选择让这两家进行研制 也是对弗吉尼亚籍核动力攻击潜艇很是看重 而弗吉尼亚籍核动力攻击潜艇除了这个称呼之外 该级别潜艇还被称为774级核潜艇 而它在美国海军的地位也是不同凡响的 774级核潜艇 它是美国海军第一艘能够同时在大洋和近海域 两种地区进行任务的核动力潜艇 而关于这个级别的潜艇的来历 是美国海军制定的新型攻击潜艇计划的产物 当时是为了在冷战时期取代海浪级潜艇而研制的 后来还计划该型潜艇在成军后 还将会取代洛杉矶级潜艇 从而提升美国海军的战力 而且根据美国海军的计划 这种级别的核潜艇将会服役到2060年以后 从这也可以看出了这个级别的核潜艇 对美国海军的重要性 如果真的被出售到其他地方 这对美国海军的打击将是很严重的 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海军未来几十年的军事力量 而上面也讲到了这个级别的潜艇 是美国目前服役的最强潜艇类型之一 而774级核潜艇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那从性能上来看 这艘潜艇的推进系统使用的是 通用电器S9G压水盒子动力炉蒸汽涡轮 这种动力系统拥有4万马力 能够让774级核潜艇的水上急速达到25节以上 潜行急速更是能达到34节 这让它具备了极强的灵敏性 774级核潜艇除了具备极强的灵敏性外 还具备很强的攻击能力 在它的潜艇上搭载了有25枚MK48型鱼雷 此外还搭载最少24具BGM-109战斧巡航导弹 这让它拥有非常强悍的战力输出 从目前透露出来的潜艇大致心情 就能看出这种潜艇对美国海军的重要性 美国经过这次事件 在未来对保密工作也将会进行提高 毕竟这种核心技术泄露出去 对其他地方科技虽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对美国却并不是好事 好了 关于美国核潜艇技术被秘密出售 就讲到这里了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今年2月11日之后 有关新闻报道出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向印度尼西亚出售F-15ID战斗机 以及一些相关设备的军手方案 根据情报透露 这份方案预计将会达到139亿美元 而对于印尼来说 采购战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在印尼空军中 基本飞行使用的战机都是靠采购而来的 而这也被网友戏称是买来的一支空军部队 而在美国批准出售F-15ID战斗机之前 印尼在早些时候还计划从法国采购 42架阵风战斗机 其预计金额就达到了81亿美元 不过在这80亿的合同中 还包含了开发潜艇项目 这个异化是否谈成 如今并未有消息透露出来 而如今印尼再次采购大批的F-15ID战斗机 这主要是因为印尼空军 现如今装备的战机都太过老旧 已经不适合现代化战场 而关于这次采购F-15战机 据消息称是由美国的波音公司所承包 其中包括了36架战机 和一些引擎部件 雷达以及夜视镜培训和技术支持 而对于这次同意印尼采购战机 美国五角大楼的国防安全合作局 则是表示为了加强合作伙伴的安全 也能协助印尼发展和维持强大和有效的自卫能力 让印尼能够在复杂的空中和海上领域提供更强的威慑力 并且还称出售的这批设备并不会改变该地区军力的基本平衡 不过这项采购计划很多网友很是不看好 虽然现在是批准了 但是到以后能否正常交付是一大难题 而关于采购的F-15ID战斗机 这是波音公司最新版本的攻击鹰战斗轰炸机 其性能要比之前的型号更加的优异 但具体的信息波音公司并未公开 但从其他衍生型号上来看 这款战机不管是在动力系统上还是承载能力上 都会有所增加 因为波音公司曾自费研制了F-15EX-2型战机 这款战机就是将它的航电设备和挂载能力进行了大幅的提升 据称这款改进型的F-15可以携带全套的空对空 空对地和空对海的各种器 让它的战力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虽然提升火力的电让它的隐形性大幅的降低 但是波音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飞机内部将其航电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让它能应对很多的电子战 如今波音出售的新型F-15ID 想来性能也不会弱于之前的型号 好了 关于美国批准印尼采购战机就讲到这里 下面看一下近期引发人们关注的乌俄局势 在今年的2月16日俄军包围乌克兰之际 美国防务部长抵达了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主要讲的就是乌俄局势问题 消息报道中称 美国防务长的到来主要是调节两地危机 而且北约还多次劝导俄军撤离乌克兰边境 但是这次的会议并未得出结果 俄罗斯的大军依然在边界驻守 很多网友担心这种局势是否会引发更大的战争 如今各种说法也让很多网友看得眼花缭乱 但是乌俄局势究竟会发生到什么地步 现在也无人知晓 但是如今俄罗斯在边境部署的战力 也是有种大势所在的感觉 就在今年的2月初 作为世界军火商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推出了一款新型的军用武器 它的名字目前被称为Bushmaster 中文翻译为曹林大道 而这款车的体型在视频中也能发现是属于小型座战车 这种战车在丛林中隐藏 也是很难被敌人发现 被称为丛林大道 也是很合适 还有就是它的底盘 是使用的一种履带式底盘 虽然目前格鲁曼公司并未透露该平台的信息 但是这款武器使用履带式移动平台 主要是两点 其一就是能让XM813丛林大道具备很强的越野性能 即使是面对一些崎岖的山路 也能具备很强的稳定性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基地面积更大 在越野时速可以更快 而关于XM813丛林大道所使用的移动平台 因为官方并未给出信息 所以并不知道它的性能如何 但格鲁曼公司使用它 其性能一定不差 而丛林大道所使用的武器 主要是一门XM813大毒蛇链炮 这种链炮是根据MK44巨负二式链炮改进而来 主要的改进包括一根延长25.4毫米的炮管 并且使用一体化安装 这主要是为了提高首发命中概率 据说XM813炮链的首发命中率 要比MK44巨负二式链炮高了10% 其他的改进还有 使用双重缓冲系统 这主要也是为了提高轻度 在弓弹系统上 XM813链炮使用的是无弹链弓弹系统 这与使用链弹弓弹相比 更加的先进和快速 除了这些改变外 XM813链炮还可以选择炮口的大小 在使用30毫米链炮时 它可以发射MK310可编成空爆弹药 这种空爆弹药主要是用来针对一些在隐蔽内的目标 在发射这种弹药后 弹药会在击穿墙体并在掩体后爆炸 用来完成有效的杀伤 除了使用30毫米口径外 这种链炮还能将口径增大到40毫米 这能让它发射一些威力更大的弹药 让其具备强悍的火力压制能力 而XM813铢林大道所使用的口径 则是属于30毫米口径 这种口径除了让它能发射MK310可编成空爆弹药外 还能发射一些标准型的弹药 这可让XM813铢林大道应对多种目标 而在性能上 XM813链炮它的最大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830米 而在精确度射击上 XM813链炮的能力则是 波朗宁M2.50口径重机枪的两倍 拥有3000米的精确射击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 在战场上 只要在它的射程内 基本上只要被瞄准则是很难逃脱的 再加上这款武器使用的还是无人操作系统 它可以利用电脑精确地算出敌人的行动 并给予精准的打击 可以说这款武器在未来装备到军队中 能大幅地提升士兵的战力 而且在如今的军用武器准备发展上 这种无人设计观念也是很符合未来战场 按照如今的科技发展 机器人战场在未来是必定存在的 而且如今各国队军事武器的发展方向 也是以无人操作为主使用这种技术 不仅可以减少很多军事人才的损失 也能减少对高人才的需求量 可以说这种无人技术在未来是必定的 好了 关于格鲁曼公司推出的这款新武器就讲到这里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事新闻 在今年的2月17日 有关新闻报道称 美国的F35战机降落在了德国空军基地 这件事情被报道出来后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 因为在这段时间 乌俄局势加剧 美国曾多次帮助乌克兰 像是为他们出售武器装备 还像其支援士兵等 而如今F35抵达德国空军基地 很多网友纷纷猜测是 这很可能是为了在应对乌俄事件时 还要加强和北约的防护措施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则是很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具体如何也是不好猜测 如果真的是为了加强北约的防护措施 派向F35可以说是完全足够了 毕竟F35战机是非常强悍的 而这款战机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设计及生产的 在例行上是一种单做单发动机的多用途战机 能够应对远距离或近距离空对空战斗的战机 其战斗能力丝毫的不弱于FR2的战斗机中 而且在配置上 F35也是非常的先进 例如它配置有APG-81 主动阵力雷达 AAQ-37分散式 孔径系统等 这能够让F35在空中能够及时的获取 接近几方的飞行体资料 除了强大的航电设备外 F35还拥有强大的火力装备 例如AIM-120MRAAM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JASSM联合空对地远距离攻击导弹等等武器装备 你说这款战机被派出去稳定北约防护措施也是足够 不过新闻中并未报道出有多少架F35战机被派遣出去 如果真的是稳定北约防护措施 那么美国对乌俄局势必定还会进行多次商谈 用来稳定逐渐白热化的局势 好了 关于美国战机派遣德国空军基地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急着往下看 在今年的2月17日 有关新闻报道出 韩国国防部长前往了挪威 视察了K2NO主战坦克的竞选 其实关于这次在挪威的竞标 主要坦克有两款 除了K2NO主战坦克外 还有就是参与竞标的德国报2A7V主战坦克 而韩国参与这次竞标的K2NO主战坦克 是根据K2主战坦克改进的 但是韩国并未对其进行太多的改进 只是根据挪威陆军的招标需求 为它配置了Trophy主动防御系统 例如在炮塔两侧靠前的位置和炮塔后部的围栏 都加装了Trophy主动防御系统的向控阵雷达天线 此外在炮塔中部的位置 还配置了Trophy防御系统的炸破片单元 另外的改进就是将K2主战坦克 群板前半段和炮塔侧面 配备了一些附加装甲 用来增加坦克的防御能力 其他的配置并未有太多的变化 其主武器已让K2坦克一样 不过K2NO主战坦克炮塔顶部 配置了尤一艇可以遥控式的机枪 至于德国的报2A7V主战坦克 它是由德国国报2坦克的一个衍生型号 其主武器使用的是 L55A1120毫米主炮 能够发射DM11120毫米 可编程多功能炮弹 其主要改进 也是对它的装甲防护性进行了升级 2022年2月16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印度国防研究所表示 由于参加竞标的6家外国公司 有5家已经放弃投标 印度的AIP潜艇采购计划濒临破产 2021年7月20日 印度国防部提出在印度建造6艘先进常规潜艇项目 并要求这些常规潜艇安装AIP AIP既不依赖空气推进发动机作为动力的装置 能够有效减少潜艇噪音 印度国防研究所指出 该潜艇项目共有6家外国公司参加竞标 其中5家已经放弃投标 原因已知各种各样 其中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 和瑞典萨伯公司 因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方面存在困难 而退出竞标 法国海军集团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 和西班牙造船企业纳万提亚 因在AIP装置研发领域缺乏成熟技术而退出 6家中仅剩韩国大雨造船公司 该公司竞标的方案比较务实 是基于该国KSSR潜艇的方案 但印度国防采购程序又禁止 在仅有一个供应商参加的情况下举行投标 印度国防研究所指出 日本可能是唯一还可以参加招标的国家 日本也拥有AIP技术 并一直在建造自己的AIP潜艇 然而此前印度曾邀请过日本参加招标 但被日本方面无情拒绝 根据印度媒体之前的报道 该潜艇项目计划耗斯 57.5亿美元至64.7亿美元 除了项目计划的6艘潜艇外 印度海军还保留追加制造6艘潜艇的选项 此潜艇项目已经提出近10年时间 但国际招标时间却一拖再拖 主要原因是在项目资金技术转让等方面 印度与参与招标的国外公司存在很多分歧 早前在该项目招标启动之后 外界普遍分析认为 法国会最终胜出 因为印度之前已经引进了6艘法国的尾鱼级潜艇 外加由于美国的阻挠 法国痛失澳大利亚潜艇订单 因此法国对于新的招标必然会非常上心 但从目前消息来看 法国也退出了该项目的竞标 法国之前研制成功采用B式循环气轮机的AIP系统 并出口到巴基斯坦 但这种系统缺点比较多 加上印度向来与巴基斯坦不对付 因此印度拒绝采用该系统 而法国研制的第二代AIP系统技术还未成熟 又无法满足印度的要求 因此法国只能退出竞标 印度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印度制造 希望外国公司转让更多的潜艇技术 这是本次数家公司放弃投标的原因之一 比如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就表示 俄方此前确认有兴趣参与该项目 然而在收到印度的招标书 并仔细研究其中的条款和条件后 俄方出于技术原因决定不参加投标 不过对方表示 印度海军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潜艇的忠实用户 为加强印度潜艇舰队 俄罗斯愿意继续提供俄制潜艇的维护和升级服务 言外之意很明显了 掏钱当冤大头欢迎 想偷我技术 门都没有 如今该项目的采购计划又面临破产 对此印度国防研究所表示 印度能做的要么是修改技术条件 要么是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妥协 而无论如何选择印度海军水下力量的提升 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据以色列伊路撒冷邮报报道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宣布 以色列计划建造一道激光墙 用来保护以色列免受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 同时他还表示 激光防御系统预计将会在明年投入使用 以色列长期以来遭受周边国家的袭击 可以说以色列防御值点满 研发并在境内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反导系统 其中拉菲尔国防系统公司的铁穹防御系统 便是其出代表 其优秀的性能甚至吸引韩国兴趣 多次提出采购来应对朝鲜的122毫米火箭炮 不过近年来 以色列突然发现 用本国铁穹、舰式等反导系统 对来自贫民窟的火箭弹进行拦截 成本实在太高 所以研发低成本的激光拦截技术 无疑是更经济的选择 因此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以色列一直致力于研发激光防空技术 目前以色列的激光系统 正在由其国内最大的两家防空公司开发 其中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负责地面系统 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负责机载系统 2021年4月 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表示 未来将在铁穹防御系统中 加入陆基激光防御武器 同时也展示了使用激光攻击小型无人机的画面 但对于该公司给出的方案 以色列国内产生了不少质疑 对其维护成本和杀伤力都提出疑问 对此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表示 该激光技术不会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将于原有导弹拦截系统搭配使用 目前高能激光技术的研发 正成为大国军备竞争的热门领域 尽管以色列国内存在诸多质疑 但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持续推进 凭借以色列雄厚的军工科技实力 很有可能在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美英签订军事合作协议 探索未来直升机形态 2022年2月14日 美国与英国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 共同探索未来垂直直升机飞行器 据美国陆军司令部声明称 两国共同探索未来悬翼航空器的形态 以及航空兵部队之间的操作互通性 进而推进两国陆军的现代化建设 垂直起降项目是美国陆军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 意在为美军下一代垂直起降的直升机提供新技术 从而提高悬翼飞行器的性能指标 美军目前研究的机型包括 V280勇士轻转悬翼机和SB1高速双悬翼直升机 根据美国陆军公布的计划 美国陆军计划在2030年开发和部署两款全新型悬翼飞机 从而取代AH-64阿帕奇直升机和UH-60黑鹰直升机 对于这次英美两国的合作 双方表示美国和英国在陆军航空领域 有着悠久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历史 共同探索未来垂直升降项目 是将这种关系扩展到下一代飞行器和未来联合行动中应用的重要一步 通过该协议 两国将分享未来的飞机需求和项目计划 英国媒体对于这次英美军备研发合作表示欢迎 泰晤时报评价道 英国脱欧使得英美特殊关系在将来会变得更特殊 使得英美两国的合作领域更大 也使得英国未来成为美国诸多盟友中 首先接触到美国先进技术的国家